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下午那節 我們率先提到密歇根州委恩怨兩名共和黨籍選委的取態 簡直就像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本身他們就企硬 要拒絕認證這個禁可疑的選舉結果 後來他們遭到一些阻滯和暗黑勢力的威逼 以及恐嚇 將他們的個人資料登上網 甚至乎還將他們的小蚊子就讀學校的資料 等上網 於是乎他們就嚇到跪下了 不過雙隔都不夠一天 他們就馬上站起來 決定要撤回這個認證 被特朗普陣營視之為一個頗重要的勝利 而特朗普在得知消息以後 馬上就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就說 The great state of Michigan 偉大的密歇根州 With folks being far greater tha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vote 即是說 那些選票的數量遠遠超過投票的人數 Cannot certify the election 即是沒有辦法認證得到選舉結果 The Democrats cheat big time 這個big time 即是跟他們的時間是無關的 其實就是說 很大型 很嚴重 即是說那些民主黨人 就做了一次 很大型的損笨 Cheat 即是說 是騙人 And got caught 即是斷到正了 Republican win 即是共和黨人的勝利 特朗普說得那麼實牙實耻 相信 這兩名共和黨籍的選委 再轉軚的機會就不大了 事關他們就已經轉過一次了 而我相信他們 在特朗普先前叫停了那幫左仔的滋擾以後 就感受得到來自總統的那種加持 於是他們就在今天鼓起勇氣 宣佈撤回昨天 說要認證這個可疑選舉結果的決定 而且他們也在今天說明了 說昨天作出這個決定 是受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威脅情況下作出的 相信就算上到法庭 那個法官也會知道應該怎樣來做一個判決 那個根本上就不是 在一個心甘情願 不是在一個自由意志的環境之下作出的 好了 現在特朗普也是要把這個消息 告訴全美國的人聽 全世界的人聽 使得那些主流媒體就算不報導 起碼大家就會得知這些事 主流媒體就肯定不方會怎樣報導 因為這件事就是對於拜登極度不利 委恩縣就是抵達率的所在地 城市人口非常之多 拜登在這個委恩縣的得票 是遠遠拋離特朗普的 當然裏面有多少水份有多少假票 就要去逐一調查才知道 反正現在點了出來的票 就說拜登贏特朗普 幾十萬票 如果這個議員是計不到數 認證不到選舉結果的時候 密歇根州 必定就是會翻紅的 好了我們現在就算一算數 那些主流媒體就聲稱拜登是總統當選人 就說他拿到290張選舉人票 但是現在密歇根州如果能夠翻紅的話 就要減16張 另外在賓州 賓州的高院 又批准了特朗普法律團隊的上訴 好了現在又要拖一拖 因為那裏還有法律爭議 又要減20張票 另外在威斯康星州的兩個院 現在又進行重新點票的工作 而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又可能會向法院提出法律訴訟 於是那裏又扣起了10張選舉人票 那你290-16-20-10 你也是只有 244張票而已 連無大市計算 也不要說其他再有爭議的地方 所以 其實特朗普的法律團隊現在要做的事就是很簡單 只要在現在這幾個巨有嚴重選舉的州當中 那些法律訴訟 一直到12月8日那條死線都未能作出裁決的話 基本上 兩個候選人都拿不到270票 這樣特朗普的贏面就會非常之大 因為到其時在明年1月 就會交由眾議院來選出總統 參議院就選出副總統 眾議院50個州 就一個州一票 加州有幾十個眾議員也好 都是只有一票 目前共和黨 就在26個州佔優勢 所以他就已經有26票了 一投票的時候就已經贏了 因為美國 只有50個州 包括哥倫比亞特區 所以 如果真是交由眾議院去投票 特朗普可以就是勝利在望 當然 拜登陣營就是會敗亡 所以那些主流媒體和討厭特朗普的評論人 當然會對於這些消息是隻字不提 又或者就算提也好 就說你的消息是未經核實 因為他們不想去面對這些事情 現在我們又說說另外兩個州的情況 首先在賓州 他們的高院就正式同意受理特朗普法律團隊的上訴 其實 特朗普手下真是猛脹如雲 他的法律團隊 個個都是精英 比如說就講賓州的思選 賓州那裡其實主要是針對那個費城縣的選舉委員會 就說裡面至少有八千多張票可能違規的 那麼費城有什麼重要呢 重要在就是 拜登在這個費城縣那裡就得到 六十萬四千多張票 特朗普就說他只有十三萬兩千張票 那麼那個的勝負距離就有四十七萬兩千張票 很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賓州 拜登都是領先特朗普八萬張票 只要這個費城縣是出事的時候 賓州又會翻紅 所以現在費城縣的選委會就騰了 他們就要求賓州高院要行使特別管轄權 為什麼呢 他們的原因就是 因為特朗普那個法律團隊的挑戰 就會影響到 這八千多名費城選民的權利 而且還會影響到 全州的選民在這一次 和未來選舉中的權利 如果不採取這個緊急措施的話 當地的選舉官員將會無法 在截止日期之前 認證得到選舉結果 所以特朗普的法律團隊真是厲害的 不用搞在其他地方訴訟 只是 琴賊先琴王 費城那裏拋來幾十萬票 就在費城那裏發工 真厲害 尤其是要讚特朗普手下 至少有三名的猛將 一個叫做 Sidney Powell 一個就是Lynwood 另一個就是 朱利亞尼 大家都知道 這三人真是精英中的精英 看東西都很準 現在 賓州高院就說 給特朗普方面上訴 希望慢慢審 審個清楚明白 不要緊的 慢一點也不怕 大家都等到的 是怕拜登等不到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接著就說一下 喬治亞州的情況 現在又發現了很多古怪的選票 第一件事就是 共和黨的眾議員艾倫 說到 喬治亞州重新點票 有可能是違憲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他們在處理親自投票 和郵寄選票的時候 竟然在核實選民身份上 有著不一致的標準 其實我們下午的時候約束有說過的 就是 那些親自走去投票的選民 其實就是要展示他們的 身份證明文件 至少要 無論是身份證也好 什麼護照也好 或者最常見的 叫做車牌也好 你當然要讓那個選舉人員看到 你是有那張證件 對到你的樣子 才給你票 但是那些郵寄選票 就沒有這些核實的 你說申請 他就寄給你了 當然這個就是有問題 人家就說你是違憲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鋪路 告到聯邦高院 另外有九位證人 就簽署了宣誓書 他們又揭發 有些郵寄選票 是很可疑的 大家聽聽可不可疑 人家就看到 你那些500張的選票 竟然間 是沒有接狠的 郵寄選票 你怎麼可能是沒有接狠 這個也是說不通的 真的假的太離譜了 郵寄選票 你不是 乍家衣都要接一接 或者是接兩接 通常信件接兩接 是不是 至少也接一接 信封怕扯沒那麼大 是不是 真的你接都不接 而且 在填那個 洞洞那裏 要用筆去填 那是投誰的 竟然間填得很工整 好像機級上去 又是肉酸 你做這些事 好了 在這幾百張沒有接狠的郵寄選票 竟然只有兩張 投給特朗普 其餘那些全部投給拜登 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 好了 然後還說 這500張的選票 竟然找不到選票的來源 不知道哪一個票站送過來 做得這麼肉酸的時候 自然就會引起人們懷疑 是不是 不懷疑那個才是有問題 你至少接一接他 你懶得接都不接 那些 畫那些洞洞 哎呀畫過界畫出界都不要緊 不用這麼工整 太過肉酸了這些 真的 好啊 另外 再說 這個民主黨內部 爆發了內鬥 搞哪科呢 原來 那個 紐約州眾議員 之前我說錯了 說加州了 不好意思 修正 這個紐約州的眾議員AOC呢 先頭他就說要搞這個美國版的文革 我稱之為 就說要搜集所有特朗普支持者那些的 個人資料 和他們的言論 稍後呢 拜登所謂上台之後 他們就要搞大清算 後來 惡於群眾的壓力底下呢 他就收皮了 又不搞了 現在這樣 好了 現在就輪到他 在黨內 被人鬥他了 說他什麼呢 說他這些極左主張 就嚇怕了那些選民 搞到共和黨 就繼續盤踞在參議院 而民主黨呢 就沒有辦法翻得到盤 啊 老實說這個AOC呢 是抵鬧的 是不是呀 喂 你一方面呢 又說要強調大愛呀 博愛呀 人愛呀 這樣子 因為你左嘛 你還要極左嘛 又說要種族多元啦 又斥責特朗普呢 是種族主義者啦 又斥責特朗普呢 就是 就是性別歧視啦 喊這樣那樣啦 那不簡單 就說啦 出人說啦 是不是呀 問題就是你現在所做的事 喂 那你又為什麼不包容一下 不帶我一下 特朗普的支持者呢 那這些就是講一套做一套嘛 而且他搞不搞 他搞文革搞清算 抵他被人收皮啦 好啊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